2024大选进入倒数 选前最后一个农历春节 蓝绿白大咖拜庙比较勤 不只拼长字也拼人气 本期火线热话题带您抢先解读 2024卡位站的春节拜庙政治学 欢迎收看火线热话题 我是陈怡君 过年期间很多人都会到庙里走春拜拜 不过对政坛大咖来说 要安排到哪个县市 走什么样的行程 拜哪间庙跟民众互动时的致词等 处处都是充满学问 尤其今年是2024总统大选前 最后一个农历年了 今天就要带您解读 蓝绿白2024大热门人选的春节拜庙政治学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刚接任 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 根据他的春节行程 从大年初一到初七 也就是1月22号到28号之间 他将从北到南跑遍全台51间庙宇 可以说是铁人式的拜庙行程 大年初一赖清德前往板桥的公庙 参拜时候他就提到会守护台湾的民主跟繁荣 共同完成台湾新世代的置业 而年初二他现身万华发放福袋时 更进一步发表了这段谈话 刚才年初在我发表这些有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有机制 而且是第三个通话有到的 比票和比票 所以我们面对全球的不景气 那是面对民传国家 可以看到这段谈话中赖清德不只勉力国人 更用国家的高度提到要打开新局 让人民过好生活 而他在初三参访苗栗一名庙时 更被庙方主委用未来的总统介绍出场 种种现象都让外界对他的下一步动向 增添更多想象空间 此外这次赖清德马拉松市巡回拜票 北起他出身的家乡新北万里 南则到他曾经执政的台南 而各县市当中又以新北市走访的庙宇数最多 被认为颇有跟2024大热门人选之一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较劲的意味 那么进一步来看到 侯友宜在自己辖区内的走访行程 确实跟赖清德有不少重叠 甚至有多间庙宇是选在同一天的上下午时段 一前一后前往参拜 不过在这一连串拜庙的行程中 被问到2024总统大选的看法 侯友宜是维持一贯的低调 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像赖清德或柯文哲一样 从北到南跑透透 侯友宜回答 新北就像台湾的缩影 会留在新北市为大家祝福 也欢迎其他政治人物到新北参拜 至于被绿营视为2024大选的头号假想敌 侯友宜更巧妙的打太极回应 表示最重要的是不分族群党派 靠团结打拼才能让大家过更好的生活 当然除了走春拜庙被视为是选战适水温的动作之一 政治人物与民众互动时的气氛 以及春节小物的索取热度也是一个指标 像新北市府今年发放的吐吉利来春联 就比往年都还抢手 新北市府甚至还紧急加印了好几万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智就认为 这反映了侯友宜的人气正在攀升 是民众对他有期待的一种迹象 最后是近来还传出侯友宜将在今年 以市长身份出访新加坡的传闻 种种的现象都让外界认为 这是侯友宜为总统大选提前暖身的讯号 但党内人士的解读是说 在局势还没有明朗之前 侯友宜在至少四月前都会维持像这样 低调回应的策略 至于蓝营另外一位呼声 同样相当高的2024人选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过年期间不约儿童和侯友宜都现身在 班桥的词汇宫 当便问到有没有要选2024时 他不必会的回答 一切由神明做决定 另外还有项客发现 南投子南宫最近出现一盆 由郭董夫妇属名制政的兰花 上面写着国泰民安的祈福字样 而在年假前 郭台铭甚至与王金平一起印制了 春节联名红包要发放给一销 朝野立委就解读 这些动作代表郭台铭 对角逐总统大卫已经起心动念 最后看到的是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 过去他早就已经表态要抢攻2024 而在卸下台北市长的职务之后 他的动向自然是备受关注 可以看到今年的拜庙行程 他选在民众党九合一大选 成功拿下的新竹市作为第一站 接着北上回到双北地区 而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台北市的行程 柯文哲一度跟赖清德在同一个时间段 现身同个行政区的庙宇 双方比人气也比气势 宛如总统大选提前开打 而从初三开始柯文哲的行程 就是一路南下进攻 包括被认为是传统绿营票仓的台南跟高雄 尤其是柯文哲在台南市的行程 就被认为相当有政治位 因为他特别锁定几间青睐的宫庙 像是台南的官地店来进行参拜 至于像是偏蓝的大湾武龙宫 这趟参访他也特别前往拜会 就是希望跟庙方建立好关系 而随着2024总统大选 进入不到一年的最后倒数 政治人物的新春拜庙行程 无论是为了增加曝光度 还是所谓的巩固地方寻求突围 都是格外引人联想 可以预料在蓝绿白正式推派参选人马前 谈面大咖的一举一动 早就已经成为民众和媒体热议的焦点 看完今天的热话题 您对政治人物的宫庙政治学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解读 或是有什么样看法 想要跟这些政坛大咖说呢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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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讯 感谢您的观看